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线下相见的 但是因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新冠病毒 使得我们隔空相见 全世界都在深受疫情的影响 这是比第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 更加致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正在与病毒进行着斗争 比起生物学上的损害 更大的是经济方面的损害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都出现了负增长 最艰难的是各国家最低的平民阶层 正在经历着痛苦 比起创纪录的失业潮 更可怕的是失业的人当中42%的人 即使等到疫情结束了 也可能无法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了 我们应该深度思考一下 如何面对疫情结束后的后疫情时代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疫情严重期间 是不是如果工厂确认了一名确诊者 整个工厂都要停厂 并接受核酸检测呢 所以大家在此时此刻 作何感想呢 在我们当下生活的时代 往后十年 2030年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可能会有30%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第四次工业革命 使得我们的人生变得不同 以后会有这种革命性的事情发生 大家都有网购经验吧 开门之后是快递员散门送货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以后开门可要小心呢 没准是机器人在给你送货呢 是的 您没听错 机器人 很多大型平台 已经推出了机器人送货 这也可能正是您面临的问题 如何才能顺应时代 甚至如何才能拧先时代呢 当我们都在寻求变化时 我遇上了爱多美 我要告诉各位 爱多美可能是我们人生中 最大的机会 在急速变化的时代里 命中注定会取得成功的人 就是您 爱多美 2009年在韩国成立 于次年在美国的西雅图 设立了分公司 接下来在加拿大 日本 新加坡 中国台湾 还有去年1月 在俄罗斯 也开设了分公司 共进20个国家和地区 最开始的时候 从250亿韩元的联销售额 到10年后的2020年 增长到了惊人的一兆 9000亿韩元 书写了连续9年的增长 两位数的历史 朴涵吉董事长 作为企业的主人 他的想法和经营哲学 各位通过在成功学业研讨会 开始时 送读的私讯都了解了吧 我认为精髓都在私讯里了 董事长认为 企业首要目标是生存 所谓的生存 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要创建绝对不会倒闭的企业 如果想创建不会倒闭的企业 就一定要卖消费者 不得不选择的产品 他认为 这一定是优良品质 超值价格的好产品 能证明这一理念的数据 就是退货率 业界最低的退货率 0.2% 消费者们使用之后 会真心的喜欢上这些产品 并且会一直使用下去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并使消费者使用一次之后 会做出不可能不再购买的明智的知识 爱多美能够持续成长的力量 来源于产品力 爱多美的产品 被称作为大众精品 既优良品质 还超值价格 正是因为如此 消费者们用过一次之后 会做出不可能不再使用的最佳选择 爱多美在生产产品的时候 会考虑是否安全 是否方便 是否值得信任 争取要做到最好 所以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之后 又得到了公平交易委员会的消费者中心经营的CCM认证 这项认证的标准是以公司的所有经营是否都是以消费者为中心而进行的 因为是业界第一个获得CCM认证的企业 所以令人感到自豪 我特别想要向各位说明的是 幻妮妮这款产品 幻妮妮在韩国国内累计销售额超过一兆韩云 创造了连续六年同行业销售额第一的记录 真的是一款参销产品 另外一款产品要向各位介绍的呢 是艾斯洛特增盐系列 化妆品是由水油和有效成分构成的 但是艾斯洛特增盐系列从水开始就不一样 就是指从基础就与众不同的产品 它是用绿茶精华液制成的名品化妆品 艾斯洛特自上市以来连销售额高达1000亿韩元 在同行业同一产品排名前列 我们爱德美还有引以为豪的三大文化 第一是原则中心文化 爱德美坚守销售行业的基本原则 企业文化中最特别重要的遵守公司与顾客之间的约定 认为这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 为了企业的生存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按照原则来经营事业 并不是以利益作为中心的 我们将会把这种引以为豪的文化遗场 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并深深扎根于心中 第二个呢是共同成长文化 我们自己吃得好 活得好 有什么意义 又有什么价值呢 所以爱德美超越了顾客感动 为了顾客成功 与合作企业一同发展 与各位事业伙伴一起成长 这就是爱德美的共同成长文化 特别是会给合作企业提供大力的支持 让合作企业能专注做好优品严价 并传递给消费者 加上述所能一起发展的文化 就是共同成长的文化 第三个是分享的文化 分享就是让企业扎根于社会 真正做到把企业与社会相连 董事长从创业初期 什么都没有 在A4纸上写上爱多美三个字 就开始做了 从那时开始公司 就开始进行捐助了 各位经营者也都一起参与了捐助 路跑公益活动 各中心开展了义卖会 还有煤炭捐赠 正在努力成为 让更多人的生活充满光明 和温软的模范企业 现在在向我们打开一个全世界的舞台 爱多美最让我们期待的是国际化 这将会成为一个最好的机会 向我们打开一个全世界的舞台 也是爱多美获得国际化的成长的战略 这就是GSGS战略 发现全世界优质的产品 打通全世界爱多美流通销售 网络传递给消费者 这就是GSGS战略 爱多美的最终目标 就是成为全球流通疏流 爱多美事业这么好 可是我不会言辞 不会说明我还能从事爱多美事业吗 当然可以 我想说 爱多美的所有成功者 都不是靠一人之力 才能获得成功的 因为他们都抓住了一个机会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面 总部来举办 运营 主管研讨会 最好的成功系统 由总部来提供 每周一的一日研讨会 还有一个月一次的成功学院 还有各分公司进行的领导力研讨会 服务中心主任会议等等 以上所有研讨会 都是由总部来举办的 各位 无论是什么行业 很少会有为了经营者的成功 而举办这么多的研讨会 公司把所有的事情 都准备得非常完美 所以对于各位来说 爱多美是不是很好的机会呢 希望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爱多美把全世界链接起来 并分享收益 是一家超一流的企业 记得看过一个国外的报告 对于未来都市的研究报告 今后我们生活的未来都市里 会有四个阶级 而我们人类被分成了三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占比千分之一 是最上层阶级 拥有平台的企业家或者投资家 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了在这里 第二阶层占比千分之二 在具有影响力的平台上 做出最高成果的团队 最后第三阶层占比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七 被称作一般市民 指的是一般的平民或劳动者 在工作贡献般变 可能还比不过机器人 指的是平台的劳动者 是那些只能依附于平台的人 第四阶层是合法的人工自人 这三个阶层分级的标准是什么呢 那就是平台的创建 或者拥有 或者善于利用 或者只会使用平台 以这些标准 把我们人类分成了不同的阶层 那么平台指的是什么呢 在眼睛看不见的遐想空间 将销售者和购买者 需求者和供给者连接起来 创出全新价值或收益的 就是平台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 互相连接 连接 连接的就是资本 我能连接多少资本 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实社会里 我们无法将物质进行复制 所以拥有资本多的人 就拥有了权利 而爱多美 正是让我们互联万物 让我们也拥有了更多的资本 同时爱多美 也让我们可以达成 终端祭祀苏柳 苏柳意思终端的结构 这就是继平台之后的 后平台事业 这是通过分享 让所有人都会成功的 后平台事业 能让老百姓也成功的 良性循环构造 所以这样的事业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最好的事业 爱多美是把全世界 连接起来 分享收益的超一流企业 我决定做爱多美的时候 重点就看这五个方面 最先不是销售型事业 我做了多年的传统行业 还会想着做下去吗 第二不是通过苦力挣钱的事业 我投资过很多项目 但是想想 如果我不积极努力工作 我就没有任何收入了 而爱多美却不是这样的 盈利模式 因为通过我的努力 我已经建立了 忠实的消费群体 他们会自动复购 而不用我去不断推销 所以对于我来说 还有一条 就是不会给其他人 带来任何损害 不仅如此 能帮助了解爱多美的人 获得收益 所以我决定 要做这项 做人成功的事业 还有第四项 如果和别人一起做事业 如果只有我能成功的话 我是不会去做的 相反 其他人都能成功 我想来想去 都觉得自己无法成功 那么我也不会去做的 别人能成功 我也一定能成功 我决定只做这样的事业 并且最重要的第五条 如果我自己做的话 我是无法做好的 无论我再怎么努力的去销售 我自己的能力 也是有限度的 我自己深知这一点 是大家一起努力 而产生的伟大力量 使我获得了成功 而爱多美 完全符合 我的每一条准则 那我还有什么 不坚持下去的理由呢 在最后呢 我想告诉各位 在这急速变化的时代里 快速解读 时代潮流 各位 如果好好准备 这场危机将不会以危机结束 反而是会成为 绝无仅有的好机会 请各位一定要抓住 爱多美好机会 希望大家能迎接 已准备好的未来 不惧未来 共享未来 享受未来 所有人都能成为 优秀的成功者 谢谢 感谢